Kirk,原來這麼快游到一年,就到年底你有沒有覺得我身形變了不少? 別玩了,Simon,你這麼健身,跟上年差不多 我真的變了很多,變肥了,不過說實話,今年投資市場有很多轉變 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樣的感覺? 當然有,例如今年9月聯儲局改變緊縮貨幣政策大手減息半厘 之後到11月又再減息0.25厘 如果到今個月的19號議息會,將1月市場預期再減息0.25厘 今年全年的減息幅度將會達到1厘,息口水平將會重返至2022年的年底位置 沒錯,除了貨幣政策,上個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都令到環球的政經價局產生重大改變 資產市場方面,由憧憬特朗普勝出所衍生的特朗普交易再次借管市場 根據彭博的資料,美股三大指數都在特朗普當選之後再創歷史新高 Simon,你又怎麼看美股的後市? 美股由8月的低點反彈了超過10% 主要是由金融、消費和科技股所帶動 而且經濟和企業盈利的增長是背後的核心驅動力 不過,現在美股的股值高於過去五年的平均值 不排除在短期內會有整股的可能 但由中長線去看,我也是看好美股的 看來企業的盈利也很關鍵 應該和特朗普的政策有關係 例如減稅和放寬監管等等 沒錯,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利企業的盈利增長 再加上科技股在人工智能的領域下仍然有很大的潛力 好像科技七雄當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 最近都表示他們正在加大對AI的研發 而相關的收入也連續幾個季度錄得一個增長 這種趨勢對於長期投資其實是非常有吸引力 但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似乎未必對市場太過有利 你又怎樣看呢? 對,這個確實很關注 他提到對中國徵收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而對亞洲其他地區都可能加徵百分之十 不過市場預期這些政策短期內都不會全面實施 更加可能以談判為主 但談判期間市場的波動性就有可能會加大 看來美國以外的市場,譬如亞洲的壓力都不小 其實都不是全部壞消息 亞洲的經濟印象比成熟市場更加強 通脹壓力相對較低 而且很多亞洲的央行都已經漲入減少週期 另外,亞洲的股市的股值相比美股都有所折讓 吸引力都不小 尤其是中國,他們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財政和貨幣的指揮政策 例如發行特別國債和專項債等 釋放了不少職業信號 Simon,我知道特朗普回歸白宮 市場擔心他或會撤銷拜登政府的新能源政策 影響到所謂的低碳經濟發展 事實又不是這樣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好 我們觀察特朗普第一屆的任期 即是由2017年到2020年底 根據彭博的數據 Winter Hill結證能源指數錄得了478%的總回報 大幅跑贏MSCI世界指數的69%的總回報 但反觀拜登的任期 即是由2021年至今 Winter Hill結證能源指數飽輸入MSCI世界指數 投資者可以留意環球低碳股票策略不僅集中在新能源行業 反而是由環球股票指數中挑選低碳排放、低化石燃料儲備 及較高ESG評級企業具備足夠分散程度 說回特朗普可能會擴大財政赤字及加關稅 會否影響債市表現 債市壓力可能會增加 共和黨的財政政策或者會再推高通脹 明年的減息幅度及次數都有機會減少 短期之內 美國國債的知識率可能有上行風險 不過如果聯儲局可以強調 減息是為了平衡經濟風險的話 或者可以舒緩債價調整的壓力 對 所以債市調整可能會帶給投資者機會 隨著聯儲局開始減息 存款利率已經逐步回落 持有現金的吸引力下降 投資者可以考慮分階段吸入債券 尤其是高評級債券 鎖定現時仍然是比較吸引的債息水平 長遠來說亦有助平衡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及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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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